100欧元在德国能买到多少中国的调味品和零食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生抽一瓶1.59欧元 相当于13元人民币 桂林糕两瓶2.38欧元 相当于20元人民币 就是一盒桂林糕10块 海天上等蚝油700克2.69欧元 相当于20元人民币一瓶酱油 鱼锦记芝麻油7.29欧元 这个贵了 一瓶芝麻油相当于60元人民币 海天鲜味生抽500毫升2.29欧元 相当于18元人民币 再往下 康师傅冰红茶一罐一生装的是2.39欧元 相当于20元人民币 鱼锦记老抽500毫升2.49欧元 也差不多20元人民币一瓶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100克 就是那个碗装的5.37欧元 三罐相当于45元人民币 合计每盒康师傅牛肉面15元人民币 6块豆腐花了差不多6欧元 1欧元1块 也就是8元人民币1块豆腐 差不多200克吧 猪肉花了8.29欧元 差不多70块吧 不到2公斤 应该是1.2还是1.3公斤 剩下是韭菜3.59欧元 这个韭菜也就是一把 差不多300克吧 相当于30元人民币 鱼权炸菜呢 是0.59欧元一包 我买了10包 总共花了5.9欧元 相当于 差不多5块钱一包 鱼权炸菜啊 香菜一捆 一捆香菜一欧元 一捆香菜就是8元人民币啊 白家酸辣五连包 五包酸辣粉 5.99欧元 相当于50元人民币啊 10块钱一包的酸辣粉 金针菇两捆 两小捆 花了20元 10块钱小捆金针菇 蒜苗 7.45欧元 这里面应该有5捆 就是 12元一小把啊 蒜苗 一包500克的瓜子 花了4欧元 就是30块钱 相当于差不多 5块钱一包榨菜 两包蛋蛋面 一公斤装的 一共2公斤 花了12欧元 相当于50块钱 一包蛋蛋面 就是50块钱 一公斤的面条 看 还有云吞皮 200克 2欧元 一包 也就是16块钱人民币 一小包云吞皮 三包绿豆 花了 差不多4欧元嘛 也就是说 10块钱一包的绿豆 一小包 100克 总共总共 这些东西加起来 是100欧元 整好100欧元 相当于800元人民币 所以说在德国 买中国的商品呢 特别是这种调料品和零食 是特别贵的 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没有买米 因为中超的米 实在是太贵了 差不多要2欧元1公斤 那种10公斤装的 要卖20欧元 或者20多欧元 然后18公斤装的 要卖36欧元 所以则算下来是 1公斤大米 要差不多2欧元多 也就是说1公斤大米需要16元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价格太贵了 简直吃不起啊 这个米的价格比在德国超市 德国当地的米的价格 比他们还要贵 但是味道确实好一点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东北米 或者是泰国香米那种米 所以每次去中超 感觉也没有买什么东西 千二八百的也就花掉了 看了一下 红杏二国头 一瓶12欧元 相当于差不多100元人民币 我的天啊 在国内也就十几块吧 我来这家超市呢 规模比较大 应该算就是代表了 总体的德国的 一个商品的水平 这样的物价 总是让我们觉得 中国商品真的是非常的昂贵啊 简直有种奢侈品的感觉 相对于德国本土的一些日常用的食品 面粉 牛奶 面包来说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